海肥王1008话,看石狼和黑炭大蛇都没死,即刻迎来老对手。 海肥王1008话情报如期而至,本化重磅的信息非常多,除了羽田的真身曝光外,还有黑炭大蛇和看石狼的登场。 此外,三宅杰克即将迎来自己的老对手,到底怎么回事呢?跟我一起来看看吧。 看石狼,黑炭大蛇都没死。 在之前的剧情中,看石狼和黑炭大蛇都被斩杀,很多海迷都认为他们并没有真正死亡。果不其然,在本化中他们俩再次登场和之国的舞台。 上一话踏入屋内的光月玉田正是看石狼所绘制的,并且还在假玉田的身上装有炸弹。 要不是九天玩得及时出手,恐怕重伤的赤翘九霞早已被看石狼炸成烂泥。 看来看石狼戏是没戏了,不过换个角度,像看石狼确实算是黑炭家族的四中,对于黑炭大蛇而言。 看石狼的忠诚实算是黑炭大蛇而言。 看石狼的忠诚度无可挑剔,令人满惜的是看石狼跟错了人,如果他没有叛变的话,那么肯定跟其他九霞一样,忠心赤胆一声跟随光月玉田。 此外,情报师还透露黑炭大蛇没有死,作为少数拥有坏兽种果实的人物,被凯多一刀斩显然有些难以说服观众。 卑田老师也没有就此让其倒下,看来巴奇大蛇的八个头只是少了一个而已,威胁不到黑炭大蛇的性命。 黑炭大蛇和看石狼的复活,再次改变和之国的战况,看石狼一片忠心跟住黑炭大蛇,如果大蛇记恨刚刚将他一刀两断的凯多。 那么有可能带领看石狼一起通警卫门等人对抗凯多,当然这种可能性较小,黑炭大蛇目前的处境不容乐观,活命才是首要任务。 捷克迎来老对手,捷克奉命来到赤翘九霞的屋内,准备将重伤的九霞们一一斩除。 可当捷克真正踏入九霞的楼层,才发现自己的首个敌人正是老对手,犬拦。 犬蓝表示自己要拦住捷克,其他九霞则第一时间去救助少主陶之助。 九霞在如此重伤的情况下依然心念陶之助,这种忠诚精神令人敬佩。 话说犬蓝和捷克已经算是素敌般的存在了,两人早已多次大战,在这次的和之国大战中,犬蓝和猫腹蛇化身越式形态联手将捷克打成重伤。 导致捷克到现在还处于伤痛状态,没想到刚刚重连的捷克就遇到老对手犬蓝,两边都处于重伤状态,犬蓝想要打败捷克就必须要挤住越师的力量。 在两人之前的较量中,犬蓝都是和猫腹蛇联手才击败的捷克,不知道单凭犬蓝自己能否战胜三才捷克,个人猜测几率不大。 因为捷克还有人兽形态没有公布,船长凯多已经在本话中将人兽形态的样貌公之于众,作为三才的捷克怎么也得露出自己的最强形态。 如果每天老师安排犬蓝艺人就战胜杰克的桥段,那只能说明杰克的身体无法支配过于激烈的对抗,伤势过重而导致的败备,当然个人还是占杰克胜多一点。 以上就是海贼王1008的部分情报简析,如果你有自己的见解,欢迎在评论区发表哦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再见。